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台湾发展初期,水与电是相依相负的 在中部的大安溪流域就有三座发电厂 而当中的厚里电厂是拥有目前台湾年纪最大 超过百岁却仍然在运转的机组 从今天起,我们将有连续三天的台湾中部水力发电系列影片 是由增援一公共建设档案基金 以及中国土木水力工程学会制作 为台湾的国家建设留下珍贵的记录影片 在现代城市里,相较于电,水的存在感很低 从水龙头出现流进我们的生活中 总不过短短几秒 隐藏在墙壁或地下管线中源源不绝的水 和电一样,常因来路不具体而被忽略 或因为资源过于充裕而降低了危机感 然而,这两者可说是城市生活命脉 甚至因为人们发现了水的能量 而启动对电力的运用想象 在上一集,介绍了新电锡流域的北部水力电能之后 我们将继续前往台湾中部 探究水与电的连结 到底能在自然与人文工程历史中 学习什么样的文明开发启示 台湾中部水力电能从日治时期开始建设 日治初期,在大安溪及大甲溪下游 建设有厚礼发电厂及舍疗发电厂 其中,位于大安溪左岸的厚礼发电厂 是大甲溪发电厂所有分厂中 唯一不取用大甲溪的电厂 由日治时代台湾总督府规划设计 命名为厚礼发电所 供应台中及彰化地区用电 1945年,厚礼发电所改由台湾电力公司接手管理 之后,并更名为大甲溪电厂厚礼机组 沿用至今 所使用的两部横轴单窝卷 法兰西斯式水轮发电机组 从1911年开始营运至今 已经超过100年 是国内唯一尚未更新的百年机组 台湾发展之史 水与电相依相复 和大部分水力发电厂一样 厚礼发电所 发电围水也供给农田灌溉 相对的 农田既有水俊 也具备低落差水力电能 为了推动此一能源开发利用 政府在台中厚礼设立了厚礼尊示范电厂 由台中农田水力会管理营运 在不影响灌溉功能原则下 利用厚礼尊第六号岛水隧道出口 到一号、三号叠水工之间的 3.6公尺落差发电 发电围水也全部流回厚礼尊 灌溉大安溪下游 包括厚礼、外埔及大甲的部分农田 生产的电力出售 给台电公司调度运用 是标准的无污染绿色能源 微型发电厂 另一座低落差微型水力发电厂 则是新竹县竹东镇的 桂山发电厂软桥机组 相较于平日 难以一窥面貌的水库 低落差水力发电的 农田水寸和电厂 更显现出水与电的 来龙去脉与关系 大安溪上的另外一项重要水力工程 是位于苗栗县泰安乡市林层的 市林兰河宴 又称市林坝 微高21公尺 长253公尺的混凝土结构 是一座设有17个杂门控制的一流宴 建设起初的作用 是为了从大安溪中游 拦引吸水 再利用粤浴饮水隧道 送往鲤鱼潭水库补充水量 使鲤鱼潭水库的调续供水能力 由每天22万吨提高到90万吨 其间也设置水池式鱼道 避免水坝截断水路 影响迁徙性鱼类的生存环境 而银水隧道的264公尺高低落差 则用以卓兰发电厂发电 卓兰发电厂 位于苗栗县卓兰镇 是大安溪流域 唯一位于苗栗县的大型水利发电厂 进水口就设在士林坝上游右岸 引进大安溪水穿越马拉邦山的压力隧道 送至卓兰电厂发电机组 发电维水在经隧道送至景山溪 最后流入鲤鱼潭水库 离潭水库 它是一个离潮式的水库 那是引用大安溪中下游的水 那透过卓兰发电厂 发完电的围水 然后提供给鲤潭水库应用 那鲤潭水库它是一个多目标的水库 除了提供就是农业灌溉以外 也提供大台中地区 林生跟工业用水 鲤潭水库 水源来自大安溪支流景山溪 于1922年完工启用 与大甲溪的石岗坝 同为大台中地区的主要水源 营收地形限制 要在有限的溢洪道宽度内增加溢洪量 特别设计一座像锯齿般的溢洪宴 这可是台湾唯一的巨齿宴 在鲤潭水库下游 并设有锦山溪蓝河宴 将水库在公共挤水之外的其他放流水 供给灌溉用水 这里是台电影英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